大家好,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,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解读的是历史舌尖,副标题是关于食物世界的重大事件和人类文明,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只是我们的双手,还有我们的胃,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,食物不仅让我们吃饱喝足,而且也无形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,玉米和稻米是如何形成第一个阶级的,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原因是什么? 普通的稀松土豆如何推动工业革命,今天的舌尖历史将为您一一解答,本书作者汤姆斯坦迪奇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数字编辑,曾在多家著名报刊撰稿,如纽约时报和卫报,他喜欢从传统史学家容易忽略的小地方入手,以独辟西境来解读历史,我们新马讲书曾经解读过的《上帝之隐》,就是他的作品,在书中,斯坦迪奇把历史与饮料串联起来, 而舌尖历史则把焦点从何转向吃,继续带着我们体验舌尖上的人类史,下面,我们将从远古时代、中世纪、大航海时代、工业革命等五大文明的历史脉络中,向您介绍五种不同的食物,以及它们对当今世界的影响,这五种食物分别是玉米、香料、菠萝、甘蔗和马铃薯。 首先,我们先谈谈古代农业的起源,现代人类大约在十五万年前出现,这些早期人类都是靠打猎为生,直到一万一千年前,农业才开始出现,我们的祖先选择并驯化了一些植物,创造出了第一种作物。 它们不仅象征着早期人类改造自然,而且还催生了阶级社会,它的祖先是一种被称为墨西哥鼠鼠的墨西哥野草,鼠鼠为鼠道南鼠鼠,鼠为树米之鼠。 墨西哥鼠鼠与今天的玉米有两大不同,一是它们的骨粒被坚硬的外壳包裹着,就像普通的种子一样,可以通过动物的消化道进行传播和繁殖。 墨西哥鼠鼠偶尔也会发生基因突变,导致鼠粒外露没有了外壳的保护,鼠粒是无法存活的,但是对于人类来说,这些鼠粒连皮都不用包就能吃,省去了很多麻烦。 因此,人们只采集这些外露的种子,并通过播种使其基因得以保存。 时至今日,我们所看到的玉米粒外面那层光滑透明的薄膜,便是它退化的外壳。 墨西哥鼠鼠与今天的玉米相比,第二个不同点是鼓碎,为了扩大繁殖空间,墨西哥鼠鼠的鼓碎比现在的玉米要小得多。 因为鼓碎成熟落地后,鼓粒越小,散落在地上的鼓粒就越少,给鼓粒生长的空间也就越大。 如果是一颗硕大的鼓粒落在地上,那么聚集在一起的所有鼓粒都会争先恐后的吸收土壤中的养分,但最终都无法生长。 但是人类喜欢采集大鼓碎,为了保存这样的基因,必须将鼓粒分开种植,只有人类才能做到这一点。 所以玉米碎才会越长越大,玉米就成了必须依靠人类生存的植物。 所以玉米棒子个头很大,没有壳,完全是人为造成的。 不只是玉米,今天的大部分农作物都不是自然形成的,而是由人类的基因选择和驯化。 比如小麦和水稻,它们的野生祖先都具有骨粹的脆弱性。 也就是说,当骨子成熟的时候,骨子就会变得很脆弱,然后撒下骨粒,就成了种子。 可是那样的话,人类就无法获得粮食,偶尔会出现基因突变的植物,导致种子成熟却不会掉落,这种植物本身是无法繁殖的。 但是对人类来说,却是一个巨大的助力。 所以,今天的小麦和稻谷,只能靠人类来收割了。 正是由于这种古老的基因工程,人类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文明。 有些人认为欧洲是小麦文明,亚洲是稻米文明,而拉丁美洲则是玉米文明。 很多神话故事里都有这种说法,就拿墨西哥的玛雅文化来说,谁用泥巴和木头造人,但都失败了。 最后用黄玉米和玉米做活人,用玉米面做四只,在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地区,至今仍流传着一种你妈妈的习俗, 即农民称稻米为母亲,并对母亲有种种禁忌,如不准在田里脱衣,不准在田里说脏话等,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稻米的崇拜。 农作物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,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产生阶级。 简单的说,阶级就是社会地位不同的人,这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,因为阶级有两个基本前提,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形成。 在以前的狩猎社会中,狩猎依靠的是分工合作,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分享食物,才能保证大多数人不会挨饿,因为食物是必须分享的,所以人们不会把食物储存起来,更别提积累个人财产了。 非洲坤不需卖人是至今仍存活下来的狩猎民族,人类学家们发现,这个族群不仅强制分享猎物,而且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出风口,如果有人出去打猎,猎杀了一头巨大的野兽,而自己的族人前去取猎物,却又表现出一副不满的样子,说自己千里迢迢跑过来,就为了一副骷髅架子,猎人们不得不配合。 点头称是,族人用这种强制谦卑的方式保证了严格的平等,防止有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而且,打猎是一项需要四处迁徙的工作,一旦搬家,所有的财产都必须随身携带,因此,个人积累有形财产的能力受到限制,可是,当人们安定下来,进入农业社会后,一切都变了,与狩猎相比,耕作带来的食物来源更加稳定, 人们能够不断扩大耕种面积,以积累更多的粮食,定居生活还有利于囤积和保存剩余粮食,个人财富的积累与动力随之产生。 当一个人囤积了足够养活别人的粮食后,一部分人就不再是农民了,而是从事纺织、手工、建筑等其他行业,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别人的粮食。 在这个时候,粮食就是财富,一个人的粮食积累越多,就会有更多的人依附于它,渐渐形成了统治阶层,掌握着大部分流通的粮食和物资。 可以说,食物不仅是人类的食物,也是权力的食物,富裕和贫穷统治和被统治,这是农业文明不可避免的结果。 人古时代之后,我们来到了中世纪的欧洲,饮食借出了一位神秘的东方明星,那就是香料,正是这种小小的调味品,开启了航海时代,很多香料原本只在亚洲出产,在欧洲是不存在的。 当欧洲人第一次品尝到用生姜、桂皮、茴香等香料调味的食物时,那味道简直无法形容,他们称香料为坠落人间的天堂碎片。 古罗马的一位文学家甚至说,凤凰是由香料制成的,在那个时代,香料比黄金还要珍贵,胡椒是按利卖的。 在称重的时候,人们必须屏住胡锡,以免把珍贵的胡椒吹走,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用胡椒来交税,交税,自公元前二世纪起,东西方就有了丝绸之路。 香料是最受欢迎的贸易之一,因为香料的价值很高,但是重量轻,便于保存,便于流通。 此外,某些香料只存在于遥远的比方,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,距离增加了香料的稀缺性和价值,比如公元一世纪,印度有一种叫做柴柜的树叶,在罗马,一斤约为83银币,相当于一般罗马人半年的薪水。 到1453年,奥斯曼帝国信奉伊斯兰教,攻占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军事坦定堡,作为亚欧贸易的中转战,也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掌握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。 欧洲人心急如焚,切断了丝绸之路,胡椒在英格兰的价格一路飙升到八倍,让想继续从东方获得香料,丝绸和瓷器,必须绕过奥斯曼帝国,寻找新的东方航线,大航海时代就此开启。 哥伦布靠着西班牙王室的支持,向西寻找印度,却来到了美洲新大陆,此行为东方香料而来,当然,美洲是没有香料的,欧洲人也不知道野生的香料是什么样子的,但是哥伦布间他找到了香料,并把一些树枝带回了西班牙,声称它是肉桂,所有人都半信半疑,这意味着肉桂的味道不是很好闻,接下来的几次航行都是徒劳无功, 但哥伦布并没有认输,而是带回了一种名为辣椒的东西,他告诉西班牙皇室,这是一种类似于胡椒的东西,比胡椒更辣,但是辣椒缺少香料的神秘,它太接地气了,插在地里就能生根发芽,欧洲人认为这样容易得到的东西肯定不值钱。 当哥伦布第三次航海归来时,他失去了王室的信任,并被用铁链锁住,后来,他又到海上去了,但是到此都没能找到东方香料。 哥伦布西行失败后,又有人尝试向东,这是由葡萄牙王室资助的达加码。 这一次,欧洲人终于来到了印度,他们发现了香料,东方的贸易讲究的是互惠互利,但是葡萄牙人习惯了海盗,他们一上来就是烧杀奖略,炮轰沿岸的城镇,逼得印度人只能跟葡萄牙做生意。 这种以武力封锁和垄断贸易据点的模式很快被其他欧洲国家所仿效,比如印尼摩路加群岛,号称香料群岛,却被葡萄牙,西班牙,英国,荷兰三个国家轮番蹂躏,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垄断贸易,决定只在少数岛屿上种植冰箱,基于岛屿的古老丁箱都被连根拔起,采集丁箱的农夫们遭到屠杀,村庄被烧毁, 在允许种植丁箱的地方,荷兰人强迫当地农民种植丁箱,然后高价卖给当地人,低价收购丁箱,荷兰除了想要垄断丁箱之外,还为了盛产肉豆蔻的普洛伦岛,跟英国打得不可开交,荷兰为了垄断这里的香料贸易,把殖民地割让给了英国,今天的曼哈顿就是纽约,由此,香料开启了15世纪末至16世纪春航海时代, 欧洲各国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贸易中心和殖民地,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种来自新大陆殖民地的热带水果,在17世纪,波罗曾是国家力量的象征,首先讲一个小故事,画家在1675年为英国国王,查理二世画了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画, 国王站在一座漂亮的花园里,旁边跪着一个人,手里捧着一只波罗,这个波罗有两层含义,第一,它是权力的象征,波罗在英格兰被称为国王之国,不仅是因为它的夜观形状像是王冠, 更因为波罗在英格兰非常罕见,必须从西印度群岛进口,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漫长的航程中腐烂的,所以非常珍贵,而且,它也象征着英国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,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一次宴请法国大使时,特意把一只波罗摆在田点中央,当时英法都在争夺西印度群岛, 查理二世想借此告诉反国宾客,英国是在必得国王亲自切波罗给宾客分发,看似谦逊好客,实则展示了自己的权利,只有国王才有自得切波罗, 话中波罗还有另一个深意,那就是英格兰第一种波罗,这意味着英国在17世纪掌握了温室栽培技术,相当于掌握了植物学的核心技术, 当时欧洲各国争相研究亚洲与美洲植物香料贸易的历史,已经证明,只要能控制好珍惜食材的供应与交易,就等于掌握了一笔巨款, 比如,荷兰人垄断了丁香贸易,然后在欧洲卖出了17倍的价格,谁知道哪种植物会成为下一个欧洲人餐桌上的宠儿呢? 于是,科学开始与殖民主义商业并驾齐区,一国能否在原产地以外种植经济作物,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, 在欧洲探险家、殖民者、植物学家和商人们不断寻找新的植物的同时,东西半球的作物种类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迁移,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小麦、稻米和香蕉就从东半球传到了西半球,玉米、西红柿、番薯从西半球传到了东半球, 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一种方式,与夸大西洋的物种、种族、经济、文化等进行了交流, 移植和传播,从哥伦布开始的东半球大交换,学术上称之为哥伦布大交换, 哥伦布大交换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一些生态学家认为哥伦布大交换是恐龙灭绝之后最重要的一个, 它在无形中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世界,比如,哥伦布把辣椒从美洲带到欧洲, 很快就传到亚洲,成为亚洲食物中的重要原料,虽然它并未为欧洲带来财富, 但却为中国川菜的崛起奠定了基础,再比如地瓜,同样是由美洲传入亚洲, 生长于甘旱高原,大大扩大了耕种面积,养活了无数贫民,也使得亚洲人口急增, 但除了丰富各国餐桌之外,哥伦布大交换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 比如天花、流感、霍乱、肺结核,这些东半球的常见疾病, 从来没有出现在美洲大陆上,随着欧洲人横渡大洋,在一两个世纪内, 北美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%, 下面这两种食物不仅是哥伦布交换的见证,而且客观上也是工业革命的基础, 其中的一种食物是自东向西传入美洲的甘蔗, 另一种由美洲向东迁徙至欧洲的马铃薯, 先说甘蔗吧,甜甜的甘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邪恶的食物, 它原产于太平洋岛屿,被阿拉伯人带到欧洲, 欧洲人一向以蜂蜜为甜味剂,一下子就迷上了这堂, 不过,甘蔗是个苦差事,欧洲的劳动力密度并不高, 哥伦布于1493年第二次航行到美洲,带来了甘蔗, 欧洲人本想奴役美洲人种植甘蔗, 却没想到,欧洲来的瘟疫导致了当地居民大量死亡, 但在美洲种植甘蔗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, 那就是这里距离非洲很近, 于是,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了, 第一任总理特利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曾说过, 没有这堂,就不会有黑人奴隶,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, 超过一千万黑奴从非洲贩卖至美洲, 但非洲却损失了将近一亿人口, 也就是说,前往美洲的市民黑奴中, 只有一人成功抵达, 而活着抵达美洲的奴隶中, 四分之三都被派去生产这堂, 这是一项非常辛苦和危险的工作, 奴隶们需要不断地用巨大的压榨机来榨取糖浆, 他们必须全神贯注, 如果身体不小心沾上粘稠的糖浆, 就会像胶水一样粘在身上, 然后被卷入高速运转的机器中, 奴隶们通常会随身带着一把斧头, 以防自己的手被卷进去, 及时砍断, 以免整个身体都被机器吞噬, 甜甜的这堂, 是无数非洲黑人奴隶的鲜血和眼泪, 但是, 这堂的生产客观上促进了工业时代的到来, 首先, 现代工厂的生产线是从甘蔗种植园中诞生的, 甘蔗是一种高含糖量的食品, 必须蒸三多秒的从收割榨汁到提取这堂, 否则糖分很快就会腐烂变质, 整个加工过程必须就递进行, 而且, 这堂加工也是一门技术活, 需要精通一系列的专业知识, 包括蒸煮、 除墨、 脱水、 温控等等, 从一开始就很难从头负责, 其次, 人们发明了用风力和水力驱动的机械来生产这堂, 这是当时最复杂、最昂贵的工业技术, 这些设备后来又被用于纺织、钢铁、造纸等行业, 最后, 这堂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富和劳动力, 这场贸易见证了全球化的早期发展, 形成了欧非美三角贸易, 即将非洲奴隶贩卖至美洲, 将美洲产的这堂运至欧洲, 生产了母酒等工业品, 再运往非洲, 可以说,这是第一个跨洋经济圈, 英国绝对是这里的主角, 到18世纪末, 英国出口总额已占到60%, 利润超过50%, 这一波贸易繁荣, 也使英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婴儿潮, 这恰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基础, 如果甘质能为工业革命积累资本和劳动力, 那么另一种食物, 土豆则能提供足够的土地进行工业革命, 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, 直到16世纪30年代, 欧洲人才第一次认识马铃薯, 但是, 欧洲人对土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, 因为土豆长得又丑又土, 比起金灿灿的小麦, 土豆简直就是黑暗于地府的代言人, 一些药草学家认为, 单凭外表就可以推断出这种植物是否能治疗某种疾病, 土豆看起来像是麻风病患者粗糙的手, 所以吃了就会得麻风, 意大利人甚至认为, 只要把敌人的名字写在纸上, 把土豆钉在纸上, 敌人就会死去, 因此, 土豆进入欧洲后, 会直接送到猪圈里喂猪, 然而, 18世纪欧洲接二连三的饥荒破使人们摒弃天剑, 与小麦相比, 土豆所能提供的热量是小麦的二到四倍, 而谷物则需要十个月才能成熟, 况且当时欧洲战乱不断, 别的作物容易被战火摧毁, 土豆却可以安安稳稳地藏在地下, 等到军队离开了, 照样可以收割, 普鲁士皇帝肥特列大帝, 沙俄皇帝凯瑟琳大帝, 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大力提倡种植马铃薯,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保证民众能吃到土豆, 在他的寿宴上准备了好几道土豆, 王后玛丽安东尼也带头带上了土豆花, 在国王和王后的支持下, 美味土豆终于风靡欧洲, 不过土豆给世界带来的影响, 可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, 更是给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, 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因土豆而产生的爱恨情仇, 18世纪中叶, 英格兰中部开始了工业革命, 为了尽可能的把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到工业生产中, 英格兰把大部分粮食生产放在了爱尔兰和其他海外殖民地, 然后用当地的工业产品, 特别是棉纺织品来交换国外的食品, 当时, 尽管爱尔兰属于英国, 但英格兰人仍将其置为农业殖民地, 爱尔兰农民耕种英格兰人需要的最肥沃的土地, 他们在自家贫瘠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, 高热量和异于种植的马铃薯, 使数百万贫穷的爱尔兰人得以生存, 作者认为英格兰人可以吃面包, 完全是因为爱尔兰人喜欢吃马铃薯, 到1840年代初, 爱尔兰的粮食占英格兰的六分之一, 通过经济结构重组, 英国率先实现农业向制造业转型, 成为世界第一个供应化国家, 爱尔兰怎么样, 虽然土豆是爱尔兰人的食物, 但是土豆却给爱尔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, 1845年的一场瘟疫, 使整个爱尔兰的马铃薯都绝收了, 由于过度依赖马铃薯, 爱尔兰有一百万人因饥荒或病死, 另有一百万逃亡海外避难, 整个爱尔兰的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, 面对史无前例的饥荒, 英国政府不仅无动于衷, 反而要求爱尔兰继续向英格兰出口粮食, 完全不顾爱尔兰人民的死活, 最终, 爱尔兰人认识到独立主权的重要性, 他们发动革命, 脱离英国统治, 建立了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,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 一个国家的兴衰, 就是和一个小土豆绑在一起的, 从玉米, 香料, 菠萝, 甘蔗, 土豆五种食物中, 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在舌尖上的文明史, 今天, 人类早已过了农耕时代, 但是食物仍然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, 举例来说, 2007年至2008年间, 极端气候, 生态破坏, 贸易壁垒等问题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, 全球小麦价格飙升, 超过133个国家因粮食问题, 而动荡不安, 此外, 由于人类不断的干预和改造自然, 人类在未来也将面临食物多样性的丧失, 在20世纪, 大约75%的农作物品种消失, 7100种曾经在美国种植, 现在已经灭绝了6800种, 同时, 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品种每天都在减少, 大自然丰富的食物基因库正面临严峻考验,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, 人类在挪威428特群岛建立了一个种子库, 这个种子库位于北极点1000公里外, 位于山腹深处的永久动土地带, 可以抵御和战争, 小行星撞击, 气候变化, 海平面上升等等, 堪称地球上诺亚方舟中最为安全的地方, 这里保存了数十亿种种子, 小麦种子能保存1700年, 高粱种子能保存20000年, 无论未来人类遇到了核战争, 还是其他全球性的灾难, 它们都可以通过这里的种子, 重新开始文明的循环, 好吧, 这本《学间历史》就给你解读到这里, 明天见。